大家好,我是陳赤,歡迎回到另一個頻道 今集是還債 上次我講過幾個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室內設計趨勢 今集我就介紹幾個我們不應該跟隨的設計 trend 因為我看不到它們在五至十年內會繼續保持得到 這些不維持的 trend 我們就不要跟進了 先賣個廣告,如果你還沒看的話記得看這條影片 那就開始今集吧 第一個在我的 list 上就是沒有必要的拱門 或者我簡單說拱門 在香港的家裡拱門真的沒有需要,拱門 過去幾年大家開始看到圓角櫃有curve的天花 開始玩一些流線型的室內設計 我想因為我們經歷了一段很長時間的簡約室內設計風格 現在大家追求一些modern organic design 流線型或者圓角櫃有它本身的室內設計意義 它可以修飾室內設計,令它更加圓滑 更加有親和力 沒有以前的直線那麼冷冰冰 曲線的天花或者弧形的天花線 可以修飾一些震位 我自己很喜歡,因為它漂亮得來又有實用性 要追求流線型或者弧形 其實圓角櫃是最簡單的方法 你突然做傢俬的時候 將直角變成弧形就叫做圓角櫃 IG甚至有hashtag是圓角櫃 即是香港人最喜歡的賣人 有我有,我有個圓角櫃我就追上潮流 我保持在這個trend上 好,圓角櫃也算實用 就算不訂做圓角櫃 可能有些拱門元素的傢俬 或者拱門元素的細胞 或者做些手腳拱門的塵板 都沒有問題 因為每個人對於拱門和弧形的規定都不同 我反而覺得在香港一些不太大的地方 引入這些元素,做一些不同的小改變 反而更加合理 好,重點來了 我覺得拱門是很timeless 很漂亮的 我們會在幾百年的建築裡見到 剛剛完成的巴黎奧運 去的海船門有多少百年歷史 一種這麼多年的建築風格 它不會無緣無故消失的 它一定會繼續流傳下去 但是,很大的但是 我們要想一下 一個拱門放在700呎 可能500呎 香港大部分平均都是居住在500-600呎 左右的宅宅裏面 而且還要是Modern Time的時空 究竟拱門放在這些環境裡有什麼效果 因為你不是住在教堂裡 又不是用一些歐綠色的設計 你要想一下你自己的設計方向 或者究竟我們在追求什麼trend 用它的靈感之餘 又可以配合到自己的設計方向 而不是看到一些提供 原角櫃很漂亮 我要把原角櫃在自己家裡 又或者你的裝修師傅跟你說 原角櫃現在好刺 不如再弄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我想說什麼 我們要小心應用這些元素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拱門很漂亮 很有趣 尤其是在一些很大很空曠的空間 即是你比較有錢 但我很大部分時間 我看到一些拱門是應用到一些不適合的地方 它們完全沒有建築的功能 首先它們不屬於那個地方 可能是受到高度、闊度、比例 令整件事都是遺造而造 你們很喜歡的日式家居、日本Discandy 基本上都不會出現拱門 因為它是不屬於這幾種文化裡 硬斑斑把這些元素加入你的室內設計 只會變得更難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參與這個trend 我自己會建議 你留意你們做出來的拱門夠不夠闊 或者樓底夠不夠高 如果拱門不夠闊、不夠高 或者跟旁邊的牆身黏得太近的話 就會變成沒有意義的裝置 亦都看不到它的效果 那就浪費了你們的想法 又或者坊間有些拱門形狀的層架、傢俬 這些我就會覺得比較輕鬆 因為鍵頭、傢俬你放下去就可以了 記得開放式的層架 你要漂亮的整層展示你們的展示品 我想我對家居整層的要求 在這個頻道應該記錄得一清二楚 家居整齊保衛隊又再出現了 拱門原頂的傢俬我自己覺得比較容易處理一些 因為鍵頭的傢俬又可以追上潮流 又可以合理一些 他們本身原頂已經適合層架 可以放進一些普通的層架 還有它的負責比較低 用完不適合故事 你就放上層架的時候賣掉它 不用下裝修 你問我拱門會不會非洲呢? 我回答你,不會 未來幾十年都不會 你記不記得九十年代的時候 曾經經經過一些雕龍雕鳳的玄關拱門? 它們一直都存在 只不過我自己就不覺得 它們適合大部份的家居設計 第二個我想說的就是鮮色的藝術漆 特別是Lime Wash 或者Vanician Plaster 威尼斯石膏 某些中文 但我想說一些比較鮮色的藝術漆 我會說越中性的顏色 越容易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我也想知道 它們未來五到十年會變成 還是不是這麼漂亮? 沒錯 它們真的很好看 很有南歐西班牙 Villa 的風情 大家一定會見過的 AD、Home General、Visign Advology 基本上每個月都會出它們的參考 我想很多人都會喜歡這種感覺 這些很不完美,很有生命力 讓一些生命力的長身 在新舊交錯的設計裡增加一些味道 但我有需要告訴大家 這些這麼有歐洲風情 這麼有Vintage味道的油漆 可能在歐洲的大宅會適合用 但對於大部份住在房屋的香港人來說 可能就要小心選用 基本上我覺得藝術漆會很容易過市 但我最想跟大家說的是一些鮮色的藝術漆 Lime Wash、Vanician Plaster 其實有一點不同 視乎你想追求什麼的質感、外觀 如果你想追求中性的話 灰色、Creamy color 這些藝術漆的表面 它的Variation會少一些 會比較 subtle 軟體其實就像Map Pink 雅光的油漆 軟體或者某種陽光底下 它只會像普通的油漆 沒有什麼分別 多了一點的質感 但還是很 subtle 但當你選了一些鮮色的藝術漆的時候 例如粉紅色、Peach、Brigandie、綠色、藍色 這麼鮮色的顏色就會擴大 提升質感、質感和不同 令到Lime Wash或石膏的質感更加出 我自己就會覺得很容易過市 沒錯,它們現在很激烈 很多人不使用 因為一隻油漆有很多東西看 它做了一些 surface treatment 好像做了很多東西 我自己看不到未來幾年會繼續流行藝術漆 尤其是我們經過90年代 流行過一些很有質感的藝術漆 大家應該記憶猶新吧 而這些視覺衝擊這麼大的裝置 當Train一走了 它就會變得很老套 我自己就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想用藝術漆的話 就最好選擇一些柔軟的質感 Variation比較少 柔軟是最好的選擇 避開一些 contrast 很大對比到很強烈的做法 如果你們在用藝術漆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你們的感受 下一個我想說的 就是關於後現代主義 以Post-Modern所衍生出來的trend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形狀 很sculptural的傢俬 特別是餐椅或者side chair 有些客人會開始想找一些很特別的傢俬 作為statement piece 因為不想每個家庭都好像copy出來 samey samey 我明白的 你想翻身裝修家庭 也想做一些特別的效果 不想每次都好像抄襲人家 做一些reference 用同一堆的餐桌和餐椅 用同一堆的傢俬 在reference 大家會找一些sculptural的傢俬 一些很有趣的外形 很特別的去突出 但是我不覺得這個trend 會保持得很久 首先 椅是用來坐的 這個道理明白吧 而這些椅通常都不好坐 有時候最普通最簡單 最傳統的椅 例如Cheska chair Louis chair 這些椅很舒服 因為它本身為了人而設計 為人而設計 所以很舒服 這些奇怪形狀的椅 它不是設計被人坐的 它只是放在這裡 你說我老套也好 我覺得一張椅是應該設計被人坐 被人好好享受 而這些奇怪形狀的椅 它除了外形不討好之外 也不要坐 人們會很快地放棄它們 最終會出現在Facebook的marketplace 或者Xcarousel 幾年之後回望過去 我們就會覺得 啊 我們曾經有過這麼奇怪的trend 如果你真的要我選擇 我就會選一些經典款的statement piece 經過這麼多年 它都還在生產品 即是說它很好坐 證明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同樣道理 還有那些古怪形狀的梳化 我都會放到奇怪形狀的傢俬 Berlini、Lina Rosé的Togo 還有Casina那張Soriana 相比在剛剛七十年代推出的時候 現在就會用一些新的布藝 3D的Texture 好像Bouquet一樣 重新包裝它 給它一個新的更新 但是呢 我覺得那些人很快就會體驗 這些奇怪形狀的梳化 感覺不再新潮 不再trend 因為這麼大型的傢俬 它會鎖在某一個時期裏 我會說 給它多兩至三年時間 它們這些梳化就會沒有那麼流行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七十年代曾經推出一次 當時這些設計 piece 擺在豪宅裏面 的確很有趣 做了一個潮流出來 但很快就fade out 現在只不過大家把它帶回來 我覺得同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 這些這麼大型的設計 piece 其實是很貴的 你也不會很容易脫手 我亦都不覺得每幾年換一次梳化 是一個很sustainable的選項 這些傢俬 trend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了 所以我不會放它們 入timeless的category裡 我想這三個trend 如果你就界要裝修 你無可避免一定要面對 如果你想用流線型的室內設計 拱門藝術七 去到軟裝配色 要配單座位梳化的話 你用這些之前 你一定要三思 如果你沒有看到哪些室內設計的trend 我是喜歡的話 記得看這條片 那就下條片見啦 拜拜